一座座雪白雕像雄伟又精致 展现冬日独特魅力 日本北海盗冬季特色活动 扎黄雪季 今年会场共展示196座雪雕及冰雕 分别为三区会场 其中主会场的大通公园 可以看到日本女美棒球好手大谷祥平 等各种造型雕像 历经疫情冲击 扎黄雪季去年首度实体举办 不过仍因防疫考量 部分会场并会开放餐饮摊位 造访游客约175万人次 魁威四年雪季恢复疫情前规模 活动将持续到2月11号 主办单位希望今年游客 能超过200万人次 镜头来到上川丁 30座大大小小的冰雕 被七彩灯光照亮 仿佛踏入童话仙境 北海道上川丁举办的 曾云霞温泉冰铺祭 最大亮点是宽50公尺 高30公尺的冰雕博物馆 里面展示招财猫鞋子的作品 冰雕在红蓝色灯光 交织中闪烁 为冬季的温泉小镇 天真美丽色彩 活动将持续到3月17号 中央社综合报道